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早晨 歡迎收看星期二早上的天氣報告 好天了幾天 今天下雨了 在雷達影像看到 受到偏東氣流影響 雨區是由東面飄過來影響我們 由午夜到今早7點多時 很多地區已經錄得超過10毫米的雨量 最大雨的地區是港島區 錄得的雨量超過30毫米 大家今早出門的時候 記得要戴花傘 下著雨天氣都涼涼的 今早各區的最低氣溫 普遍都是23度左右 如果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可以看到 雖然在我們附近有些雲團在發展 不過整體來說 華南的雲團都比較鬆散 所以我們預計今天的天氣情況 會大致多雲有趙雨 不過日間雨勢會逐漸減弱 下午的時候會短暫時間有陽光 今天的最高氣溫大約會有28度 接下來的一兩天 我們預計 繼續都會受到一些偏東氣流影響 天氣情況方面 接下來一兩天 會是部份時間有陽光 不過一早一晚會有一兩陣雨 好 這一節的天氣報告就講到這裡 都是大家收看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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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